網路版有英文喔 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 大獎的最新最好看的 最改 一定 好厲害 好厲害 奶油的那種香味 不錯耶 現在做午餐 怎麼算耶 好可怕喔 我們就釣不過新手啦 吃的 感受一下衣服 來 出了來 出來了 好 林小佑 太幸福火山排毒 我還跟旁邊那個火山火一樣 火力好啊 每次來滾到豪邁一點 這樣子就 我們這是用龍骨的部分 來 快飛出來喔 快飛進來 快點一下 對啊 起 我還要幫他們親手 好 來 來啊 天啊 台灣中部地區是一個天然的寶庫 無論是高山林茂還是人文地景 都令人讚嘆 從名勝白月到城市海岸線 只要您願意 也能夠隨時隨地背起行囊 跟著世界第一等一起探索這片 人文生態富饒的土地 我們要來找民間高手 專門釣西釣的 妳有釣過西釣嗎 沒有 妳有 妳平常釣魚嗎 我幹嘛釣我自己啊 好啦 來 出大哥 出來了 出來了 哇 妳開釣喔 你們還沒來 我先下手啦 先下手了 對 那我們現在要釣可要釣什麼魚 鯉魚 因為這條溪喔 這個苦花線很少 還有鰭面 偶爾會釣到一兩條 高山菇魚 大部分是鯉魚 現在鯉魚啊 對 可以看一下嗎 一般在這裡 好大樓喔 這個最大的這個是鯉魚 其他的不是他 其他的也是 我沒有想到這邊有這麼大的鯉魚 我想說在山上的溪流啊 差不多這樣大小 因為苦花差不多大的 也差不多這樣子啊 了不起了 我沒有想到它會到這麼大耶 而且... 而且很肥耶 對啊 它肥度大概是兩條烏波魚 併在一起的感覺 看到然後 我還在小溪釣 大溪更大 有更大的嗎 有 但我們釣是在... 什麼 是要走到溪中間去釣是不是 像我那個湖裡面 在溪旁邊就可以了 在溪旁邊就可以了 不過這裡你不用釣了 釣完了 所以我們要往上走 要往上走 來 我們先把它放到這裡面 去 位於南投蟹的北港溪 是我們今天行程的第一站 這裡的溪水來自和歡山溶雪 因為食物來源豐沛 水質清澈 讓這裡的黃金鯉魚 提心都相當的肥美壯碩 不過魚緣雖然不缺 但是能不能釣上岸來 就得各憑本事了 跟著蘇大哥往上游走 傳說中的巨物黃金鯉 似乎離我們更近 水洗掉耳 水洗一下 這邊給你 這裡就負責釣時間跟最大的 然後把它洗一洗水倒掉 不然麵包你沒有洗 要浮在上面 就像現在這樣 對 那你看我的耳洗過 就沉下去了 它不會爛掉碎掉 好的麵包越洗 那Q勁越夠 蘇大哥說 在溪流裡面釣鯉魚 其實不用什麼複雜的額料 吐司剪長條就很好用啦 出去往上推這樣 然後這樣 瞄準那大石頭旁邊 就這樣子 咻的就出去 你看 瞄準 右耳再捧一下 來著心力幫你 它會待會兒在跳 那是我們的蟹 很爽 你看,這樣子 好重耶 下竿就重,你看 輕輕的 輕點掉下來 往後 這樣往後退 往後退,慢慢退 對 這一條 馬上就重耶 不是女魚耶 不是 沒想到幸福來得這麼突然 小市釣組深度的第一竿 就種魚啦 它這還是算小隻的 鯉魚算不小了 這樣子算不小了嗎 算不小了 放了放了放了 釣起來就把它放回去 我們主要挑戰大的 好不好 你看它的花色 顏色非常漂亮 而且你放到水裡面 它藏到石頭裡面 它跟地上水裡面的泥巴 它沒有鯉魚那麼肥 顏色接近一模一樣 這個叫鯉魚 這個叫鯉魚 學習一下 很好吃的 對啊,看起來就... 來來來 給你給你 等一下可以讓我小小的看 對 剛剛沒有放麵包啊 有,很放了 這麼快速 第一點這樣拉它卸 對 有時間 三條魚 中魚啊 兩條了 還是鯉魚 還是鯉魚 鯉魚其實是淡水魚類中 相當受歡迎的食用魚種 跟鯉魚一樣 鯉魚對於環境的適應能力 也很強 好,好,來 以後就知道不要亂咬溝了 輕輕放 好,我們要走了 好,我們要走了 好 清涼,清涼 清涼的水 在這邊釣嗎 在這邊釣嗎 直接在河道上面是不是 漂亮喔 烏鴉以為西釣 就是找個地方 站在那裡一直釣 其實為了尋找大魚的所在處 通常釣友都會邊走邊探釣 這樣不但能欣賞沿途的風光 也能達到運動的健身效果 所以為了身體健康 咱們繼續往上游找大魚吧 你在這邊了嗎 對,就在這裡 我以為你會到前面那 比較深的地方 這個流遠比較深 可以了 這邊就可以了 好 從這裡到這裡都可以釣 整段 整片 整片 這個地方會有大魚 可是你的竿的短 所以你射水要射水 能深一點 整片 整片平坦 好,甩幹喔 甩幹需要很大的空間 有 有 哈哈 是不是中魚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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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掉了 有啦 我想說剛剛有一個重量在 你看其實 其實魚是多的 而且我剛剛拉的時候 有一個主力在 有一個拉力在 所以有可能是大尾 我覺得是羊肝的時機點 因為我這個肝子太長太重了 過長過重你知道 它的那個魚 除非我要駕到很大尾 因為斯大哥說這邊大的那個鯉魚 斯大哥 你說這邊鯉魚 你這最大可以到多大 三斤 三斤嗎 差不多 可以到三斤耶 早上那條放走了啦 一根肝子 一條細線 西釣的釣組看起來像是 各式釣法當中最簡單的 其實則不然 不然我也不會釣得卡卡卡 因為斯大哥說 中部溪流普遍寬闊 為了不驚擾到魚兒 我們的釣竿最少要24尺長 光是捧著肝子本身的重量 加上陣陣的風阻 這時候想要正中標點 順利拋竿 可就得要看技術啦 有魚喔 有魚喔 這隻一點感覺 連魚性都沒有 漂亮喔 鯉魚 漂亮喔 漂亮漂亮 但還不夠 因為那竿子太長 我的竿子太長太重了 所以 一點感覺都沒有 連魚性也不對 然後深度我還在調 我還在找那個深度 現在這深度應該就對了 不然剛才 撐下去我一拉起來 什麼都沒有 好 哇 那麼快就中了 哇 自己也自己 來 哇 這都小耶 你看看 你看看 你手比較小 這樣魚看起來會比較大 對 對 它嘴巴遠 裡面嘴巴遠 我中第二條小魚 哇 這個 你還差一條就三條囉 它是層高豐竹 鯉魚 但你可以看它 就跟剛才我釣的那隻 沒有那麼金 沒有那麼 顏色就完全是不一樣的 只釣到兩尾小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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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魚 哇 很大 有 有 有 脆的 你要用脆的 脆的 不要只用竿子拉 什麼 蛤 拉太大力了啦 往後退 往後退 好扯喔 你一直釣魚 然後竿子都這樣子 人往後退 人往後退 人退 人往後退 加油 加油 一般就會這樣 新手一拉 沒有提起來 竿子就一定會斷竿 有些像這種竿子 手竿啊 前面是很細 什麼魚啊 對 大魚 讚喔 哇 我們的釣不過新手啦 斷掉啊 這竿子 你看 而且它斷兩次 它先斷是這邊 然後還線整個拖出來 斷兩次 對啊 為什麼竿子會斷 沒有釣過魚的新手 特別厲害 特別容易把魚竿釣罐嗎 這是一定的 所以不要跟我借 好漂亮 這樣有一斤喔 合適 這樣有差不多一斤喔 比長度來講冠軍 我們今天沒有人比得過了 我覺得這釣魚很帥 因為自己釣上來了 而且還只有 讓我的竿子斷了三千 它很難抓耶 我覺得就是超 五六就算 因為它力氣很大 然後我的手 是沒有辦法全部握起來的 所以對我來說 就是抓住它很熟悉這樣 我你咧 三條魚 你的新手藝也太刺激了吧 還拉上今日最大圍的 台灣特有種 和氏吉扒 哥我真是佩服佩服啊 好漂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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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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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 來了來了來了 魚來了 準備用網子嗎 我跟你講 好漂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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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菜加菜子喔 天啊 我們好多魚喔 今天不只三條耶 超級多條 好漂亮喔 除了一開始說的高僧固魚沒看到之外 鯉魚 鯉魚 和氏吉扒通通入袋 為了讓生態得意永續 我們只取一尾大鯉魚 作為中餐的核鮮食材 其餘的就放回溪裡 讓牠們繼續繁衍 接下來就是蘇大哥大顯廚藝 準備香噴噴的野炊料理 來祭我和三條魚的武藏廟啦 裡面黑黑的那一顆顆的 來到山上要有山的味道 告訴各位也試試看 我也趕快來一個 黑浪的粉黃色 很嫩喔 很嫩喔 你再不吃我才吃掉 很嫩喔 那個有點嚼味這樣子 你看 這個 魚王你看 好 等一下我先把它拿起來 這應該大滾 漂亮 再它滾一下 香 豆瓣鮮魚 這個再讓它滾一下 但它現在那個豆瓣香氣啊 很足 因為其實它就是 買現成的豆瓣 然後加水 直接整條魚下去就好了 很簡單 簡單料理方便 對 今天的主菜 當然是我們的豆瓣鯉魚啦 現撈的和鮮淋上 簡簡單單的一罐豆瓣醬 滾熟之後 就能讓我們在荒山野溪當中 吃上這道四川名菜 真是太幸福啦 肉已經那個 都熟了 吃吃看 溪裡面的魚 它肉質跟一般不一樣 它Q的 你吃吃看你就知道 而且它在這個水流湍急的地方 自然在那邊悠遊啊 這個肉質一定好 很Q 這魚肉真的很Q 很Q 對 很口 而且豆瓣味很 很豬 再來再來再來 肉很厚耶 厚實 然後 雖然豆瓣醬味道是偏重的 大魚咬到後面 那微微的魚的那個甜味 還是會跑出來 喔 好吃耶 我剛剛在山上第一次吃這種野生的 野生的鯉魚 拿它的肉 自己飄自己吃 感覺真的很不一樣 特別爽耶 因為肉質很軟 但是不會吃蛋 有口感的 有口感的 不知道是不是冬天的關係 它這個油脂也特別厚 這條很肥 對啊 跟季節也有關係 你冬天的時候 大概 它比較肥 然後它為了醞釀 春天的時候要繁殖嘛 對 所以它必須 過冬的時候 對... 油會比較 吃比較多一點 身上的油脂會比較好 所以冬天的時候 來釣來吃的最好 很好 但是就是腳會很冷 像你剛剛站在水裡 我剛剛其實 你會發現我站在那個 蘇達哥旁邊 它只要把那個桿子 拉回來的時候 我都會怕 我就很怕那個勾子勾到我 然後我都會這樣 都會這樣閃 可是我發現蘇達哥都超準 他就手這樣輕輕的 然後一回來 就是線都會自動回到他手上 可是那個桿子在我手上的時候 我在那邊... 我一樣把桿子我還要 現在又飛 想要大探美食 吃得很開心 不一定要到星級餐廳 相反的 像這樣號召三五好友 一起來西邊釣油間野炊 絕對是一個非常棒的選擇 不僅可以挑戰大魚間 強身健體 還可以欣賞大自然美景 感受不一樣的生活步調 在愜意的享受悠閒之後 我們告別蘇達哥和同行釣油 接下來 在前方等待我們的 還有更刺激和冒險的旅程 好痛喔 好痛喔 我排這個就是... 等下就要看我變蟲 你玩過三鐵 游泳 自行車 跑步 都玩過 可是三鐵的那個騎自行車 跟這裡的騎自行車 完全不一樣 不一樣不一樣 三鐵是比較是公路車嘛 對 這種就是算是越野型的 BMX的那種感覺 既緊張然後又很想 又興奮 對有點熱血想要試試看這樣 試試看之前 我們先介紹兩位高手出來 他們的開場出來也是蠻特別的 小四身手的兩位賽哥 來喔 來... 他會飛出來喔 他會飛出來喔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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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會空過來撇一下耶 對啊 教教練... 來... 來... 唉唷... 唉唷... 兩邊... 可以...沒問題 教練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因為其實你可以看到 他現在這個車子 跟我們印象中 我跟妳講BMX那種 在玩的那種 又好像不太一樣 像我們兩個今天 目前騎的這個車款 就是所謂的 就是一種耐力賽的腳踏車 是 他在比賽的過程 需要靠自己 努力完成 爬到三點 然後再衝下山 那衝下山的路段 他會計時 然後就是用這個計時的時間 最短的下去踩路 所以爬上去也要自己騎上去嗎 對 你不能坐車上去衝往下衝 不行... 那又是另外一種 有一種叫下坡賽 他就是在國外 就是坐檔車到三點 然後只騎下坡 那像這種耐力賽 他就是需要上坡跟下坡 所以腳踏車的設定上面 就會不一樣 就比較特別就是 像我們這個坐管 它是神降的 對 對 因為我們就是爬坡的時候 為了膝蓋不要過度 跌住的關係 對 所以就是可以坐高一點 踩起來比較舒服 對 但是在下走坡的時候 如果是這個角度 坐墊那麼高 我們可能屁股就容易 被頂到會翻扯 對 像我們剛才 要從上面跳下來的時候 我就需要把它降來 所以現在這種耐力的腳踏車 就是最大的特色 那輪胎就是 大家就是一眼就可以看出 像這種越野胎 它比腳的車還要寬 還有特力胎 對 就是對付越野地形 然後會有前後避震器 這樣子 所以這種車 就除了一般人家騎 Offroad以外 它還可以做一些 像我們剛才這樣子 飛越啊 的這種特技 是不是 沒錯 現在比較主流的 大概是這種腳踏車 因為它整個是全功能 就是你要爬坡也可以 下坡也可以 然後偶爾要去直到 看看風景也OK 我們等一下會有機會 可以玩玩看 比方說一些坡度啊 上上下下啊 沒問題 因為我們學校啊 是目前全台灣唯一 坐在校內 有戶外越野水坡層的學校 真的喔 對不對 這麼帥 然後麻煩那個教練跟小甲 教一下 我們先從一些 簡單的基本動作 對 比方說輔助紋先裝上去 然後我們開始騎車 輔助紋 之類的 我亂講 還有這種輔助紋是不是太誇張了 其實我今天最大的願望 是想要看到 準備一下我們等一下開始飛了 我先離開 好厲害 我們世界第一座難得前進校園 沒想到台中的日南國中 竟然有這麼酷的腳踏車訓練場 在校方的支持下 江思漢教練努力推廣單車運動 眼前這座全台獨一無二的土坡場地 讓學生在校內就可進行 登山車的越野訓練 全台首度開箱 這個場地 我們是第一個來拍的 可是一般是那種什麼U型啊 木板的那種 你說那個是屬於BMX的極限運動場 又有點不一樣 那像這種場地 它適合你的年齡層會更廣 有時候滑步車 從兩歲三歲開始 就可以進來滑了 兩歲三歲 兩歲三歲 兩三歲就可以進來了 每次後面 我們先從這四個土球開始 對 教練攻我啦 好不好 算盒跟妳啦 把小鮮肉給妳 好不好 教練你委屈一點啦 吃個辣肉 好啦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練習囉 教練我來喔 好 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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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桿 沒一定 好 放著來 放著來 就是不一樣 讓它反下來 走走走走 它這個地形因為看到它其實很多 像這樣土坡啊 有高有低 它主要設計理念是比較接近 其實我們是利用這個 校內的練機場 去建立小公司的車桿 是 就像我們說游泳要熟悉水型 是一樣的意思 那騎車也要有側感 那只有這間地形的騎乎 我們等一下就需要練習 怎麼樣靠這些地形加速 而不是靠我們的踏板踩它去加速去 你的踏板還是會不直接踩它 對啊 就踩下去 你是不是錯了 但時間裡就搭到車 可是坐了蹲壓就忘了手 對 你以為卡達恰只能用腳踩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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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這一趟 算是顛覆你我對腳踏車的認知啦 教練說騎登山車時盡量不要踩踏板 必須利用地形坡度進行加速 跟著地形律動 進而隨時平和車體 達到人車合一的境界 欸 難道這是要我當變形金剛的意思嗎 我們要準備飛人了 我一開始就先許願了 我想要看你們兩個人飛我 真的假的 真的可以啦 真的可以 如果我們飛你 教練很有信心 你是會在板子前面 還是你會在旁邊看我們 我躺在板子後面 我們等一下如果可以的話 就來飛飛看 好 然後我們不管飛好不好 你再飛我們 我現在覺得教練很有自信 小剛也很有自信 好像覺得我比較害怕一點 沒有 你要講 我們至少是先 我們就休息了 對 反正不是押到我 我小子 能成為台灣下坡賽好手 咱們江教練的膽識果然不一般 你敢躺著讓我飛 我也是像這樣等 不過那個三條魚 我看我們還是先躺一下 讓專業的先示範怎麼飛 這樣比較難 好 自己來了 好 我沒事 可以 很好 我一定是真的有緊張一下 你還緊張 我後面要緊張 重點是腳不要高低腳 有一個速度先騎一趟 但手要抓好 因為真的從這個球場到草地 那個輪胎的阻力不一樣 你會突然覺得有一個力道 不要拉煞車了 真的 都不用煞車 因為這個後面自己會講 我先 先穩 好 可以 再來 好 停了 速度後了 所以第一趟就可以飛大概三個人了 停 可以啦 小心 那個小門 腳會飛起來 對 其實你們就是因為 你們膝下沒有像剛才在對面練習的 後面要上板 腳要不要收起來 好高是不是 其實要再蹲多一點 其實踏板會給你的力量上來 然後你上來的時候你的腳都順勢 膝蓋就收 可是我的腳底板有種要離開 你已經有一點點微微離開踏板了 所以這個力量上來 你膝蓋是肌肉就會把你的力量 所以你腳都會離開踏板 在腳踏板 它如果你膝蓋有收 它就不會被 所以我剛剛腳戳開 就是離開踏板 對 再頂出去 再頂出去 對 再頂出去 我們加油 來囉 加油 來囉 來囉 在教練的調教之下 我和三條魚也算是飛越成功 接下來的是 魔王關卡驗收時間 不對啦 是試膽時間 這麼好康的差勢 當然是要讓工作人員下場 不用了 不行 吐氣 還放輕鬆 來 來 來囉 天啊 阿娘 我只能說活著的感覺真好 眼下沒有借助輔具板 卻能讓腳踏車平地起飛 輕鬆飛越四個人 這種人車合一的境界 絕對不是菜鳥如我 能夠輕易達成的 不過 結束了訓練場地的熱身 咱們即將前往下一站實地體驗 越野登山車的 逆境林道冒險旅程 好 要進入林道了 我要離開遠一點 沒關係 沒關係 這都尾下坡 吃排骨要豪邁一點 那這個肉 我們這是用熔骨的部分 網路版有英文喔 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DVD 就不會錯過 大小的最新最好看的 最感不一定 廣受年輕族群熱愛的 越野登山車 不但環保與時尚兼具 而且在挑戰各種 困難地形的通知 也能享受其中的刺激感 好啦 真正驗收的時刻 好不好 我們已經不是在這個訓練場地了 我們來到真正的 小小這邊叫什麼 老外林道 真的啊 所以一開始是外國的玩家來這邊 然後發現這邊 然後開始讓他把它稍微打造成可以 沒錯沒錯 我們剛才在學校那種地學 那等一下都會經過這樣 哇賽 這個已經多少年了 超過十年了 超過十年了 那其實他整個賽道 或是整個路線 其實算是蠻完整 也算是安全囉 對沒錯沒錯 他有很多難易度不同的路線 然後有一些樹林林道的部分 對 等一下都會經過 好 那我們就等一下誰帶路 小小小第一個 小小帶路 小小帶路喔 好 看走什麼路線我們就跟著走喔 好 不囉嗦出發 GO GO 椅子就是這個時候可以伸起來的 好像輕鬆多耶 對啊 好輕鬆喔 好 要進入林道囉 這邊要往下調是不是 我要離他遠一點 我們 沒關係 周圍下坡 中國公司 不是有踩沙車是不是 喔喔喔喔 但好像偏偏 在那的感覺 是不是要弄緊一點 位于台中南屯区 大渡台地上的老外领道 是一处在大马路旁的封闭林地 据说最初就是由一名 喜欢骑登山车的老外 所挖出来的领道 可以骑乘的登山车路线 全长大概有700公尺 沿途遍布红土与许多鹅软石 骑乘的路线虽然有起步 但是并没有耗力的长爬坡 地势算是相当平稳 非常适合我们这种初学者 如果想要体验肾上限速狂飙的 下坡冲刺快感 也有一些极短的陡坡 适合玩家挑战 当然燃烧了一天的战斗魂之后 接下来就要好好记一下 自己的武藏庙了 带你来这边 这边在台中逢脚来 算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一间泰式餐厅 一定要来这边吃 因为非常道地 曾经是泰国夜市美食火山排骨 在热闹的台中逢甲夜市 现在也能吃得到哦 将排骨用十几种泰国天然香料 腌制后下锅慢慢炖煮成软嫩的猪肉 接着堆叠成浮夸的排骨山 淋上热乎乎的汤汁 发豆腰来这里就对啦 用吃的来感受一下艺术的空气 有的啦 上菜了 你想用泰心火山排骨 我跟旁边的那个模型 我一样 你好厉害 你这个是去泰国学过来的吗 对 在啦叉大 你看那个排骨的长度 吃排骨还是要豪迈一点 是... 这么大就是要这样吃 豪迈的吃 这样才过瘾 那这个肉 我们这是用龙骨的部分 那龙骨它有跟前段 中段跟后段 对 那我们这一份的排骨里面 都包含在里面的 讚 淋淋淋 讚 那个蒜香味跟那泰式香料的味道 真的 那这个就... 这道是不敢吃辣的 可以尝尝 我们... 所以我们从不辣做到变太辣做 变太辣就是我们在泰国市道的辣度 我的妈呀 太嫩了吧 这个排骨我们都要经过8个小时的炖煮 我用手这样子 它弄那么久耶 对 因为它要平时必须要文火慢炖 是 这个... 人泰国那时候吃的时候 可能他们没有炖煮这么久 所以他们比较... 对 你拉的时候会拉 然后一直会吃到它那个筋的 筋的口感 Kevin 你这个... 这样子是几人份 这样子的话大概是6到8人份 就是我们变你最大份的XXL 我们从两人份的L做到XL XXL 所以不管是口味上可以调整 对 然后辣豆上可以调整 是 然后人数上也不用担心 因为我两个人来 或是我一定要揪一群人来才能吃 没有错 唉唷 很贴心耶 我觉得微微的一点点辣吃起来 是 泰国菜一定要有微辣 一定要微辣 不能完全没有辣 对 对 没有错 那酸度刚刚好 然后带着甜味 它这个是不是部位不同 对 这个是比较中后段的部位 这一块肉可以慢用 我来准备下一道菜 还有啊 有... 敬请期待 好 谢谢... 我发现这个不同部位 吃起来的味道真的不一样 你要吃吃看 老板就说中后段 我是想说这个应该就是 比较爆 就是脊椎那边的嘛 对啊 你看看... 无论是猪肋骨的哪一个部位 这个骨肉分离的软嫩程度 实在是越吃越停不下来啊 然后它的汤汁比较饱满 刚才我吃的那一块 油脂比较丰厚 好香 來 抱歉 为您送上 泰国佛同府的火山虾 这太厉害了 还在冒火耶 来 另外这个是这道菜的精髓 这个泰式海鲜酸辣酱 我是很想的 现在马上就尝试 可是我一看是虾子还在冒火 而且不敢动手 不要 不要 不敢 等一下 我来 我来 我知道它会很烫 所以 有什么诀窍 没有 也没什么诀窍 就是小心点 等一下 你看它这个很肥耶 肉很厚 而且像刚才它为什么叫火山虾 老板它一开始先把它盖住 然后它上面撒那个高龙酥的酒 然后点火 直接在里面焖烧 它盖子像火山一样 它就是把外壳的那个香味烧起来 你看这个肉 闪亮亮 这个是 美美 我要先来吃了 还是 哇 好香喔 我会不会是酒香 漂亮 怎么样 我觉得它这个柠檬皮一定有蝦汁 微苦 微苦喔 然后试看 比较不会腻的那种感觉 我试试看 我跟你讲它这个酒香 刚刚好 烧完以后留在它虾肉上面的酒香 我现在知道你讲所谓苦味 我让阿伯娘怎么讲 有柠檬皮 它带着那个柑橘皮的 对 上面那个皮的那个油脂的口味 不一样 对 但这个苦味是舒服的 你觉得 我说实话 辣度上面泰式的酱 酸度跟辣度都更高 是 但它没有那个层次 它的辣度会太明显 筋力都干嘛快 好好吃 讚 一味味饱满多鸡的泰国虾 搭配像老板的特条酸辣酱汁 每一口都能吃出酸 咸 苦 辣等丰富层次 这一顿吃下来 我和三条鱼 终于又可以满血回归 继续前进下一趟任务 哇 阿娘的 豬肉 不能隔太深也不能隔太浅 太浅隔到肉 不要用鱼的 他用到头底下 他太深了 好 太深了 看一下 網路版有英文哦 订阅 按赞 開啟小铃铛叮叮叮叮 就不会错过 大奖的最新最好看的 最感也一定 在你最熟悉的这个区域的附近 然后做你不太熟悉的事情 对 我来埔里这么多次 第一次下田耶 对 平常都是往上走的 天哥 有 早 早 好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三条鱼 他平常来这附近 都是经过埔里以后 就往山上去了 他很会爬山 很会爬山 会不会下田 不会 没有 第一次 第一次 我们今天就是要体验我们脚白笋 就看不到 你知道哪一只能割吗 不是每一只 不不不 还不行 脚白笋 就是因为他每一只的成熟度 时间点不一样 所以他没办法用机器 全部靠人力 所以我们市面上脚白笋 算起来是比较高经济价位的蔬菜 以前如果十年前 现在是没有一只脚白笋 那就是农民技术用灯造法 才有脚白笋 但是以前也是五分 你看你是春夏的还是秋冬的 那就是夏天 四月到六月有一起 九月到十月中午有一起 那就是你随便种都能收成 冬天就是没有了 其实现在一年四季都有脚白笋 等一下农民的技术很低 一来到没有过度开发 且风景宜人的南投浦里 就感受到这里真的是个好山好水 产好笋的地方 有着纯净的土地与水源的浦里 不但是台湾种植脚白笋的产地之一 而且这里的脚白笋不再只是夏季限定 更是一年四季都可以采收 而且在日照技术的引进之下 埔里也成为台湾出产脚白笋的种植 我先割一只 我先割一只脚白笋 太快就割一只了 看到就先割一只 先割 跟你们介绍一下 之前来拍其他的时候 他是说要手稍微摸一下 稍微摸一下 做二十几年了还要 那样我怎么割 说得也是 有着二十多年彩笋经验的贤哥 如果要我们一根根摸完才采 那也太瞧不起它 小弟我在这里跟你回系列了 这一种就是很健康的脚白笋 这一只为什么我们看得出来说 可以割 对啊 怎么从上面看 就是这样 在水下它会有一个三角形 有没有 不是每一只都有 大小一只 然后叶子这个中间的叶子 它会缩下来 这中间会有一只 所以我们以我们的经验 我们这样肉眼看 我们就马上知道 不用每一只摸 你看这可以缩下来 但是以一般的话 新手的话可能训练一一半 稍微要摸一下 你刀子不见才能隔起 不然你隔就从这里隔一半 对 你们在水里面就直接把根 就一定要这样子吃掉 有没有 漂亮 这可以直接吃了 我的可以 想不到还没工作就可以先吃了 吃完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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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们脚白笋 有没有亮亮的 有没有亮亮的 你自己有没有看 我们脚白笋有亮亮的 这就是自然的 你们先吃一下 等一下我让你体验 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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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甜喔 很甜 很甜 淡淡的那个 那个 角白笋的香味 有一种奶油感 奶香 对 奶油的那种香味 它的奶油是很清爽的那种 不是说那种腻口的那种 然后你看里面有多汁 里面很多汁啊 整只不会干干的那种 完全不会 很难想像就是完全没有调味过 是直接这样吃 对啊 这是因为我们有做产销礼礼 我才敢让你们吃 一般我是也没有很建议说你尝试 因为我们这个都能缩缘 是 所以我的产品我自己要负责 是 不好意思啦 盛情难缺 我们只好先干后苦啦 当然啦 随着观光农业的发展 采收角白笋的乐趣 成为人人皆可参与的农家乐 来到这里只要你愿意 都可以换上青蛙妆 和我们一样 下水摸摸看这些甘甜美味 令人垂液咸三尺的美人脆乐 这一锅子算是 你们是同一颗吗 同一颗种子种下去 这里就算同一颗 它是叉苗的 还是种种子 叉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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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苗就可以长这么多 像水道那样的对 对 它这边旁边有苗 它这一根长出来的时候 它还是旁边有这个根系 它会长出这个苗 就是这个小苗 它就这么出来 地下金的概念 对 所以在割的时候呢 根部也是一个标准 你不能割太深 也不能割太浅 太浅割到肉 太深这些金全部割掉 都没了 这一根也可能早就没了 对 所以它就一根母苗 它会带两三根小苗上来 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一只那么大 所以它旁边是不是有小苗 是 就这样子 原来是这样 所以它没办法用紧紧去采收 你来这 这鸡有什么 好 放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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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瓜 你找不到点 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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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用字了 都拿着 它用到头上去 太深了 我看一下 好 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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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厉害 你看 那刀子很硬 你看 那个用剁的 用剁的 对 那这一个还不行 有没有 嗯 那你是那个 好 这好大 看起来很大 亲近大地的最佳方法 莫过于亲自夏天 原本以为 冬天下水会相当寒冷 还好中部稳定的气候 以及何许的阳光 让人漫步水田中 不知不觉 成为一种悠哉悠哉的享受 接着从种植 照护到收成 咱们贤哥细心的跟我们解释 如何种植 如何分辨品质 还有怎么采收 才能避免冬孙 这也让初次体验的三条鱼 一下子就能驾禽救手 网络版有英文哦 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叮叮叮叮 就不会错过 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 最改 一定 你这一只有瑕疵了 你肉割掉了 这一只黑心的 包子太成熟 太成熟会怎样 太成熟说看还好 一般我们是没有出货 我发现你的这个 没有那些什么 糊塑螺啊 没有什么其他 有的没有的 你讲到这个糊塑螺 我们就是 因为一般 我以前奔奔的时候 我就是会用那个农药 去投给糊塑螺 对 正常都多少要用一点吧 没有 我现在几乎都糊塑螺 用它那个鱼笋共生生态房子 坚持友善农根法的贤哥 所种植出来的成果 还荣获南投生鲜角白笋的 评鉴冠军 而说到水田最怕的糊塑螺 坚持不用药的贤哥 特地还请了一群不用知心的 贪吃员工来帮忙 为了出品无毒的产销履历 贤哥对待脚白笋的用心 真是无所不用奇迹啊 采收结束 重头戏就是最不能错过的 脚白笋创意料理 反正刚才吃了生吃的 生吃的 对 清蒸 清蒸好不好 好 我们清蒸的 就吃原味的 吃原味… 吃一下我们友善粽子的脚白笋 它的原味的味道是怎么样 好 我来吃 好 要飞起来了吗 温泉这个甜味 它也是这样搅一搅 到后面那个奶香味 对 它会慢慢一直沙发出来 它吃完就会一直想要再持续吃 再一直那个味道 那个味道还是要保持的 对 直接保持 没有因为蒸过之后就没有 不会 因为蒸过之后就没有 它反而甜度会所做 它蒸完以后脆度还是有的 然后接下来吃算是老板娘自己 创意料理 对 生的 生的直接去发泡 对 然后再加我们喜欢的口味 加小黄瓜或者蟹肉棒 还是鸡肉式也可以 这个很好吃 脚白笋沙拉 对 超棒的 脚白笋那很嫩度 它吃起来就不是说 会像有一些蔬菜吃起来就是有点 有点咬 非常的清爽 对 清爽又好吃 这个很适合夏天吃 这个日式做法的脚白笋手卷 实在颠覆我的味蕾 清新爽口的口感 咸中带甜的好滋味 真是让人欲罢不能啊 我觉得老板娘刚才讲 夏季 错 这一年四季都很适合 然后它里面本身的湿润度 其实那个美乃滋都真的不用多 就挤一点点 它湿润度就不会让你有那种 海苔很干的那种口感 好 这个 这个我们最近新开发 黄金角白笋泡菜 所以这个跟一般 如果腌黄金泡菜的那个 配方是有点不一样 会有点不一样 而且我们的脚白笋的嫩度比较嫩 所以呢 它吃起来的那个 它的调味要稍微改变一下 就算是做成泡菜还是甜的 对 酸酸甜甜的 酸酸甜甜的 然后又有香气 而且这个味道又很 跟脚白笋很合 因为我知道像南投埔里这边 等于算是几乎台湾 九层以上的脚白笋 最大产区都是在这个区域 那怎么会有些又好像是才刚插秧 或者是 就这个季节来是 都看得到什么 对 那你如果夏季来 几乎只是看到 整片都是绿色 全部的 就在盛产区 对盛产区 几乎都是满满的脚白笋 对 那你现在看到是 刚刚开始种的 然后还有已经种到一半 还有我们现在采收的这个样貌 全部都可以看到 近年来台湾农业的观光转型 让更多人也能深入体验 农家耕作生活 即便是个地方小镇 在重视食农教育的年代 有一群人正用自己的方式 努力转型用心耕耘自己家乡的土地 他们的努力 不仅让农业更具活力 也让人们重新认识和尊重农业 背起行囊走出舒适圈 把握每一次的尝试机会 这就是每个旅人的学习成长之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